欢迎收看《讲清讲楚》 近年经常说请不到人 政府最新推算 去到2028年 本港的人力需求是差18万人 是否代表输入更多的人才和劳工呢 又如何平衡本地打工仔的权益呢 我们邀请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上来谈谈 早晨 局长 早晨 佳恩 先说回近期我们都见到政府很努力抢人才 但我们见到最新的人口的推算 其实我们的15至64岁 去到2028年其实仍在跌 如果相对2023年 其实它好像都没有了7万人左右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抢不够人才还是怎样呢 人口的变化 我们要这样看的 现在香港的人口的结构 最大挑战就是一样是老龄化 第二就是年轻人不够多 所以你会见到你们是对的 200年相对23年 15至64岁 我们叫这个青藏人口是跌了的 即使我们引入人才都会跌的 原因是我们看了的 在这五年间 即到28年 我们有64万人会变老 即变了65岁以上 但只有31万人 是由小孩变成青藏人口 一来一回 其实我们不见了30多万人 简单而言 每有两个变老 只有一个变年轻的 所以即使有外来人口的补充 都仍然未够 但譬如说这一个推算 除了就是计及刚才你说的两个因素之外 有没有会计算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 因为种种原因 可能他移民 或者长期离开香港 即所谓的劳动人口移出的那样东西 都全部计算了 就是所有的香港人的流出 种种原因 流入、变老、死亡、出生 都计算了 当然有很多估算 很多根据过去的数据 或者一些假设的估算 计算了 通通计算了 但你那个假设是怎样计算 就是刚才譬如我们特别说 真是那个劳动人口的移出 其实你们那个计算是根据 从19年开始那种计算 还是来到的估算是会 有机会减少 还是有机会增加 当然不是只看一两年的数据 你要看过往的数据 当然要做一些预测 所以做出来的 他看得更多 确是过往的一些形态 因为过往的数字 你知道药网的变化是怎样的 当然可能要做少少的调整 但不会只看一组数据 就是几组一起去看 为什么不乐观点看 有机会越来越少人可能移出呢 其实整个预测 就不可以说是百分百准 但他肯定说得几准的 就是一个方向 因为有些像观星的 一个星图 你知道未来五年 若望的变化是怎样的 大小其实就相当准确的 但具体的数字 究竟是不是这么多呢 实际是会调整的 所以去到2025年的年底 我们会做一个中期的调整 这些东西是会调整的 刚才说了那几个因素 也都政府之前有说过 就是考虑了我们近年的输入 这个的劳工和抢人材的政策 那究竟这一个的元素是用回 现在的规模去推算 还是由一个新的规模去推算呢 一定是主力去看回现有过去 如果年几两年我们取得的成果 做一个基数去计算的 但不会完全一模一样 就这样摆了下去的 但那是给了一个我们好一点的概念 就是未来日子 如果大致是这样的情形的话 若望我们会有什么变化 但如果按照你这样说 用我们现在这种输入劳工 和抢人材的规模 我们仍然去到2028年 仍然是差大概18万人的话 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推论 其实我们将来几年 这个输入劳工的规模 其实我们应该是不变的 不然就会差得越来越多 当然我们也不是全部 假设它留下的 你知道人才来香港 有些会留有些会走 如果是输入劳工 其实它理论上不会留的 因为它不会变香港人 所以都是一个不断流动的 一个这样的概念 但如果你看我们细化 我们分了四类的 高阶一点的 例如经理、专业人士 服务的从业员 熟练技工和IDV技术人员 其实高端那些 相对我们就不是缺很多的 现在看到最缺最缺是哪些 就是中间的熟练技术专材 技术工人那一部分 就缺得很厉害 就占了三分之一 那些我们就没有输入的 但是譬如说 刚才我明白的 它不会成为香港人 但是你那个输入的规模 其实是否将来都会 即未来几年都会不变呢 举个例子 譬如我们知道 有一个一个叫補充劳工计划 是优化了的 其实就是放宽了 所有26个工种 它是一些非技术 譬如你做事应 收紧那些全部都可以 经过这个优化计划 容易一点进来 将来其实未来 不止去到明年 可能去到二百年 都是用这个模式 不会收紧回来 是否可以这么说 又不可以这么快做一个决定 我们都说了两年左右 即是我们做了一年左右 都要再检查一下 整个安排 有没有地方需要再调整优化的 这是一个政策的调整 但是做调整的时候 你都说得对的 我们都要预测一下 未来的人力的供求状况如何 因为现在非技术 都好像差四五万 其实去到二百年 我们看到即使是非技术 都真的还有一个短缺在那 但是具体怎样再做呢 其实是要谈的 这个推算是一个 我们一定要看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他因素都要看的 包括本地劳工的状况 大家有没有其他地方的关注点 大家一起谈的 我觉得今天又不可以这么快 就已经做了定论 一定是如何走的 但是我们知道了未来的方向 那个供求之间的关系是这样 到我们做检讨的时候 就会有更多客观的数据去做 我记得你们新闻稿都有说的 就是去到二零二百年 差十八万是一个严峻的情况 这样 距离现在都只是四年 那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既然又这么严峻 又这么逼切 其实我们都无可避免要扩大 总量不是这么大 总量四十万人左右 你缺了六万 那缺就会缺得真的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是严重的 今年的施政报告就针对这一点 是做了一个新的建议的 就是针对这些熟练的结束工众 我们会有个 直接是一个人才输入的形式去做的 但我们都尽忠求俊 就是未来三年预计 就入三万左右 而且要年轻的 就是三十五岁或者以下的 正正就是希望对现在这个情景 做一些及早安排 我记得之前你们其实说的是 大概一万个 现在你就打算 未来三年每年一万 是不是这样 三年加上我们预计一万左右 预计一万这样 好了我想问回来 因为其实那个技术的人才 其实你都有不同的行业 其实那一万个 如果综合你现在这个 整个人力需求评估报告 主要是会集中 在哪些行业的技术人才会进入多些 未来大半年左右 我预计就是下年的年中之后 可以推出细节要谈的了 因为做这些这样的安排 要谈得很小的 真的要逐个逐个的工种里面要去谈的 要和行业 也都当然希望和老公会 会详细谈一谈 怎样可以做得最好 做得小的要做得 这个计划的特色和之前不同 就是其实它如果做够七年 它是可以拿到一个居港权的 你怎样去确保 既然我们要的其实是欠一些 技术的人员 你怎样确保它未来七年 都是做回同一样我们欠缺的行业 或者欠缺的公众呢 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他做一年 他就转行做其他东西的时候 他又拿到居港权 又是否合乎我们政策的目标呢 这些签证安排一定是做一些特别的要求 就是说他未做到香港人之前 一定是要求他做一些我们觉得缺的工种 这个很清晰的 你的问题就是七年之后 他拿了永居权 那你不可以有那么多要求 那他是不可以这样钉死 别人一定要做某份工的 但他都做了七年 在那里他已经有了事业的基础 他已经做得很好的 我们相信大多数时间 他会继续在那里发展的 但他会向上升的 不然为什么我要年轻的呢 如果你假设35岁 或者以下当是35岁来吧 通常做到65岁 他有30年时间 经过几年时间 他积累了经验 他一定是想在那一行到再有发展的 这个是对于我们长远 培育一个大的壮大的人才 就有好的作用 那譬如说那七年 你怎样去确保他一定是做同行 因为他每一年都要交工作证明 我们会有要求的 现行都已经有 都有这样的经验的 因为很多不同的签证 有不同的要求的 因为他不是大学毕业 他是非大学生 但是技术的工种年轻 我们感定的原因就是 那七年时间一定有要求的 是确保他是做回我们缺的工种 因为我们需要他的目的 就是要补充我们缺的技术工种 但是譬如我们看到 这些技术工种其实也有一些例子的 包括就是可能是一些 电梯的维修工人 或者是水电的技工 甚至是司机都可以的 大家有个疑问 其实司机 现在我们看到 政府在另外一个输入劳工计划 行业那个 其实也有一些司机输入的 其实是否变相就是说 为了吸引多些劳工来香港做事 我们开始用 居港权这个形式去吸引他们来 会不会将来扩展到其他行业 有些特种的司机是 是归入了这个技工类别的 譬如在机场开车 或者是在货币码头 做一些特种的司机 有摆进去的 但是不代表我们在未来的一万 那个输入的配合里面 是想着一定包司机的 我们只是一些例子来的 我们看到很缺的就是一些 技工 无论是电 某类型的 或者是水的技工 以及将来 如果我们发展高端的制造业 香港就没有了 那么多年都没有做 那些技术工人 你又要 可能需要去输入 其实是隆隆隆隆隆 加在一起 你看得到很清晰的 我们预计是缺六万 但我想着只是未来 就是最多入一万 所以一定是选择 一定是选择 我们最需要 最缺的 那个公众先做起先的 一万就是 刚才你说 就是为了平衡 本地的权益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考虑 都担心 其实就算出动到居港权 都未必吸引到 这些理想吸引的人来 我们第一个要想 就是保障本地工人 优先就业 所以这个肯定是 至于计划设计出来 有多吸引 我们觉得有吸引力 对周边地区 香港是吸引力 有的 但都要很努力去做 因为事实上 我们都见到 这些技术的工种 是周围都缺的 大家都想留 所以香港是有优势 因为我们人工高一点 整个环境都是吸引的 但怎样可以做到 那些我们想要的 年轻的 有前途的 来香港 都要努力的 局长 上一节说到 你们最新的人力推算 到2028年 就是差18万人 要做很多不同方面的措施 其实你们心目中有什么目标呢 究竟要减到多少缺人的水平 才为之一个安全的系数呢 这次的人力推算 这次的人力推算 其实只是比一个 未来的远景 我们看得到 现在我们看得到 它在工营方面 是不足的了 人口老化 增长慢了 供求会有 差会大了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要补 但主要都是靠 本地人去补 那这个有什么手段 包括 包括现在 其实它是可以劳动的 但它没有参与 看可不可以 鼓励多些人去参与劳动 或者有些在工作 可能它要迟些才退休 第三就是想自动化的 第四就是 当然都没办法 就会通过这个 输入的劳工 或者人才来补足 其实来下去全世界 都是这四招的 很难确定的目标 本地一些打工仔的代表 或工会代表 他一定会说 其实 现在的问题 应该是在于 我们的劳动的参与率 都是比较低 只要你释放那一堆 就不需要 要想 刚才你说的另一步 就是输入劳工 可能要再输入多些 你自己怎么看这个说法 鼓励更多人参与劳动 一向都是政府的 出力的地方 但的确我们都见到 香港相对于 鄰近地区 与日本比 与新加坡比 我们的劳动参与率 是相对比较低一些 可能有种种原因 你逼不到别人 肯定要去做事 但可以想办法 这个包括 譬如我们看到 最近我们的 在就业津贴 希望他肯出来做 做一年就给了两万元 鼓励到部分人出来去尝试 但就算这样比法 只有两万人 向我们申请 都是远远不够 我们的短缺 那会不会想着再加码 或者再延长 这个计划 可以继续做 我觉得这个计划 都是好的 令到一班 深思思 深大深小 不知道做还是不做的 尤其是一些婦女 就愿意去试一试 这个是好的 我们会继续做 对于这些 银法一族 我们都想办法 希望鼓励多些 愿意出来做事的话 鼓励多些出来做事 这些我们通通都会试 但老实说 是不容易的 这么多年都见到 是这样的数据的话 推动是不容易的 但我们会努力 另一个方法就是见到 那个雇员再培训局 是会改革的 令到就是说那些课程 就不是局限于 某一个学历的人士 才可以受惠 就是所有学历的人士 都受惠的 但我们见到 加码的那些名额 似乎是集中 是高学历人士 其实来到的所谓改革 是不是就是 希望去推动 那些高学历人士 自己去进修呢 是几个方向改革的 一是再不限他的学历 以前雇员再培训局 就限在副学士或者以下的 那将来我们就不限了 总之人人都可以读的 所以增加的学历 我现在想加百分之十 那当然针对一些 是有大学学历的人士的需要 但他们不是每个都有需要的 只是有些觉得 我想做技能提升 想转变一下 那他是不是可以用雇员 再培训局的服务 提供的帮助 让他可以转到业 但譬如现在有些人觉得 如果你输入劳工最受影响的 不是高学历人士 而是可能是相对 没有那么高学历的人士 会不会其实那个方向上 有机会 其实未必是对证到下药呢 沽完赛盘分局 其实都不是说 对着输入劳工的 不是这样对标的 我们见得到 现在是整体我们的社会 做一个技能的提升 尤其是见得到 随着自动化和AI的普遍应用 很多人需要在这方面装备自己 你说是否很难学 我不是专家 但我听起来 其实是应用 不是那么难的 就是用一些时间 你掌握多一些 一些AI应用的技巧 就帮助到你在职场上 不单只可以留下来 还可以多一些发展机遇 在这方面我们想给多一些的 再培训 给多一些课程 给大家选择 转一转个话题 就说一些软石问题 因为近期大家都很关注 有个别的事件 那特首就已经是 说明了 就是说希望 接下来那个闭路电视的片段 是可以用多一些 我见其实社署都有相关指引 就叫所有院舍要交这些 就是怎么去用这个闭路电视 现在交了报告没有 具体他们有没有 一个一致的做法 是怎么做 你觉得是对的 一向在我们的院舍实务手术 都有说到 比如残院 它是要安装闭路电视的 10月份 就写处再修订了手质 就要求各大院舍 要交他们的新的安排 其实新安排 讲点安排 意思包括 有什么时候你是实时看的 你不可能 它是24小时运作的 你不可能不断实时看 什么时候你会实时看 什么时候抽样看 谁去看 怎样去看 什么时候看 这些都是一些政策 所以10月份的走势 就说得要大家交回 给社署看一看 有些如果订得太松 社署要求它再执 有些对的就可以如常运作 主要的目的 都是想用好闭路电视的系统 让我们可以及时 甚至最好就是及早发现 一些不拖的地方 早点介入 但譬如说 既然社署都会 如果不满意都会 叫他们再改进 那就是说 心里面应该有把尺 那究竟在政府那把尺 究竟要用多少时间 即是要实时去监控 多少时间要去抽 可能以一个月计 或者一日计 要抽多少个钟 去看回这些闭路电视片段 你们自己心目中 那把尺是怎样的 又不可以一概而论 它以残缘为例 它的类别很多 有些是肢体伤残 有些就是弱智 有些是精神弱严重 所以它的类别太多 你不可能一百尺就滑了它 有些缘是大的 很大的 有些缘是小很多 所以就不能这样一概而论 但是关键点 要它交回来 让我们看一看 如果看到有些好事 定得太过 如果没有符合 我们想觉得够严谨 可以提它 要再修订 但就不可能一把尺 都放在那里 是 类别太多 但譬如我们近期 经常关注 一些可能是智障人士 那类 其实你们现在的把尺 是怎样的呢 细节就不讲得那么细 但可以说的 一定希望 比过往是做得更加严谨的 是吧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想办法可以 针对一些风险位 做得更加足 指引就还指引 要做得足 其实某程度上 可能你都要有一些的 罚则 令到他们有阻吓力 这方面 现在其实 那个罚则是怎样的 如果他们真的不做 或者不跟的时候 是有什么后果的呢 确保他真的做到 营运残怨的 绝大多数 都是我们这些 非政府组织来的 其实他们不是牟利的 他是想为这些 有困难的人士 提供服务的 第一要肯定他们 是很有爱心的 都想做好他的 那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希望 有一个清晰一点的要求 大家加上来 大家对一对 当然都会见 有时不时的巡查当中 都见到一些 可能不同程度的违规 通常有做法 就是如果严重一点 我们就会发警告信 也都会提他要改 这些通常是我们一贯 社署在监管过程中 会用的手段 但会不会未来见到 近年都有个别 几当中的事件 其实令人很关注 会不会其实 那个罚质上面收紧 监管确是来自社署的 社署会巡查 会提他们 所以最终的监管 其实落在哪里 就是我们跟他签的 服务协议 都是有时限的 那里我们跟他 会再谈再提 所以整个模式 我们都希望令到 营运的机构 就更加再提醒精神 所以希望尽可能 将些大家都不想 看到的事情 就尽量来到它 不要发生 最后想问一下 另一个大家关注 就是那两元乘车一位 政府都说去检讨 之前就希望没记错 政府就想着 今年年底 就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定案 但现在都已经是 耍月中了 其实的进展是怎样呢 是否有机会 可以在年底 可以有个初步交代呢 做两样搭车的检讨 我们的大方向都清晰的了 就是一方面就是 希望维持政策原意 另一个呢 当然在财政可持续性方面 都要看功夫的 我们都说了 财政师都说了 年龄 我们明白 现在降到60岁 他都明白 应该这个年龄 都是要维持的 那 下邮卡呢 就刚刚用了 快三个月了 八月底 开始采用 那些数据都要看定些 总之我们 有了一个检讨的看法的时候 我们会適时 和大家说的 即是说 如果现在似乎 由年底去到適时 即有机会不是年底了 都要看定些数据 因为大家都紧张的 究竟有了内容卡 神明制之后 的变法是怎样呢 那现在我们有了 三个月左右的数据 我们都不断去监察 那些数据 那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很关心的 所以如果有了看法 有一些初步的构赏 都会和大家去谈的 初步你觉得 那些来游卡应该要看 多少个月的数据 才为之合适 可以拿到一个 比较准确一点的 一个评估呢 没有一个一定的定段 但起码都要一定时间 因为大家都觉得 不同月份的出行 那个形态都可能有所变化的 所以都会帮到我们的 但是都不是全部 那你这样就说一年了 可能 不一定一年的 因为现在都有三个月 就稳定一点 因为初初用大家 未必说这么快的习惯 所以很多几个月的数据 去看一看 再加上其他的考量 希望可以 针对这个大家都关心的课题 我们有一些提法 明白 总之有了提法 适时跟大家说 多谢你上来说清说错 下次再见